市長 請教一下 因為剛才在上海市長講的 支持的時候 他其實有提到除了兩岸一家庭之外 他還有提到說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這個論調是不是已經超過了當時您預期的兩岸一家庭這個論調 是這樣啦 大家 雙方的發言是這樣啦 大家都有他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堅持嘛 他也會互相諒解 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 我也不會去改他的稿子 跟他講說 這個不可以講 那個不可以講 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你期望我去改他的稿子嘛 市長你好 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從您當初提出兩岸一家庭論調之後 這幾年以來 幾乎上海的市長都會提到這個論述 包括剛剛上海市長公正其實也再度提到兩岸一家庭 但您在今年的致詞裡面呢 完全沒有提到這五個字的任何一個字 相對於去年您還有提到說 一家庭比一家醜好 您怎麼看就是您的論述其實已經成為對岸的論述 那你今年完全沒有提到的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 因為是這樣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嘛 務實解決問題 這是我的態度 理性務實科學 那如果你們 在 國內有人就是要抓住這五個字 來把它汙名化 那不要講就好 換個方向講就好 其實 其實我的基本的論調也是一樣 就是說 有交流 你知道 增加善意 那當然就可以降低敵意 那更重要的你知道 也減少誤會 萬一真的有誤會 也比較容易化解 那其實真正的目的是 避免這個擦槍走偶的機會 所以我說我的內心裡面其實最擔心的是 惡意螺旋 英文叫Visual Cycle 就是說 我看你不是人 你看我不是人 那惡意一直在累積 這才是我最擔心的